好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场抢三局啊,输了就淘汰回家了 一匹小孩,二匹阿凯,小孩应该是啃,果然给我预测没差,我预测他要上啃了,果然小孩上了啃,阿凯还是上了朱利 好了,现在双方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啊,护育伤害,血量来说差异不是特别大,小孩被关特朵 完了,两个下攻拳套,地球吹呗 哇靠,波斯阿凯是龙珠啊,兄弟们啊,龙珠啊 我说不对嘛,龙珠啊,谁输了谁就回家了啊 我说看着人不对嘛 好了,现在小孩把对付关特朵了,有机会,厚厚,想插头,你慢慢动 搬运到韩国了 还想抓,哇 朱利现在结果被小孩压制住了,肯 肯这个角色目前在当前版本也是性能比较强势的一个设定的角色了 朱利套路 朱利套路 爽忙都有机会把对方 哎 要上三期 完了 龙珠先开张了啊,比赛抢三子 感觉这种情况下,你多那一点血不如不多呢 那么龙珠先开张了,拿到宝贵的一分了 现在小孩需要加油了 这里,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谁也不能 掉以轻鞋 哇,这个绿窗又被龙珠拘掉了 朱利套前冲 小孩压力向,对方直接斗气各长 好,通出下中角 哎 龙珠刚才也是有点意外 没想到小孩敢这么 现在小孩出波,地方出脚气 小孩现在位置很危险 看一下他怎么来做 要打一个插盒 丢波 怎么时候会冲出去 这也要看 哎 还想抓,这里小孩不给他机会 清天点开 虽然小孩一直在板边 但是挨打的确实龙珠 好,龙珠被骗 小孩先亮一灯了 有力的机会来了 他需要一个极致调整 小孩在街霸方面天赋多 还是街霸方面有人比小孩更多天赋啊 怎么说呢 在街霸6的游戏就不要讨论天赋的问题了 能打到这种大师阶段的天赋都不怕的 都有天赋啊 好了,现在小孩也开张了 给他点个赛 哦,不对 他已经领先了 这个就直接打死就好了 但是 要不拉机,要不进去 并没有做龙珠 继续来看现在对局,来对小孩的龙珠 起身凹生龙,这里果然敢凹了 不再那么保守了 这种一定要,要凹你就凹凹 你不要被对手打两次 对对对,你遥遥遇遇的话 你发现,你再就算凹冲了,你还是要死 哇,这个李松职业第一时间确认圣龙 现在龙珠开始反击了 小孩还是不停的用下青拳来牵制龙珠的牵中啊 你看这个压力给的非常窒息 哎哟去,这个点头 又被灌特殊王 这个波动发的其实是一个习惯 鲁鲁开了风水引擎了 主力他是一个主动性拉满的角色 对 你想要应对好这个角色 现在想要露气飞腾被动了 很可怜 哎,又打一个插盒 这边,大家起吃 小孩定防,可惜 完了 还是不坏人啊 继续坚持勇肯 难道我军哥 这边是准备 在板边用拳脚打死 好 这里放弃所有的负担吧 放弃 冠军的包袱小孩 加油 好了 龙珠堵这龙堵了个寂寞呀 这种情况就是有 连现在压力给到小孩这边 但是他的机会还是有的 毕竟我们经常看网上视频 小孩都是打逆风局的 是不是 思绪打逆转的 对于这个比赛 同样也适应 我觉得 好 龙珠点头 血量上来说 小孩的肯还在优势 哎 这个你下手楼子没出来啊 好 进防反头吗 反头了 人关特索 来压 小孩手上有三气啊 打好的话 跟他带走了 来吧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对 能打一丝 能剩下一丝血应该 一口血吧 现在这个局面要输很 而且对方也没有太多斗气 小心 稳住小孩 好了 这里直接跌身 验色龙了 OK 现在双发打到S局了啊 输了就回家 小黑一点吧 尤其在决胜的时候还是很重的 又是地坡强压 这个地坡压版面真的好强势 我觉得 好了 现在这个时候谁的心态更强大 谁就能向最后 现在悲观测数的是肯 好 这个沙盒中角 他跳出来了 把朱莉关的版面 好 又是个沙盒 好强 这里小孩打出自己的优势了 感觉这一臂小孩又调整过来了 有机会啊 有机会 我就说嘛 好 朱莉现在打人 不疼 但是他压力比较强 肯不断的发波 好 前冲中的生龙 蹦发 哇 没有斗气 真的是忽略挨斗啊 小孩又拿到赛点灯了 给他点个赞 龙珠没了 小孩拿到赛点了 也就是大逆转 好了 现在龙珠再次发起了进攻 大龙尾提脸 大龙尾脚打完之后推板 角落里搬运 好 那现在朱莉现在想突破 应该测一下 没有机会了 赞正权 牵制投 朱莉赶紧跳出来 可惜跳出来是否出取得代价的 小孩就打出来了 赢了 刚好三切 恭喜小孩 晋级败折肚 下一轮 漂亮 对呀 在很早期我办的那个回忆杯就见过了 就是龙珠也 给他点个蛋好吧 一个 养分的一个优势 对呀 金桑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